早在今年5月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一系列法案 其中法案 SB246将禁止大多数中国公民在佛州购买土地 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除外 11月15日 据雅虎新闻报道 佛罗里达州州长 Ronald DeSantis为中国公民引入了登记财产的门户网站 其中提到 来自关注国家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 必须通过该门户网站注册登记他们的所有不动产 关注国家包括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古巴 委内瑞拉 和叙利亚等 据佛罗里达日报报道 州长办公室指出 根据第692.203条 来自其他受关注国家的外国负责人 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 获得位于军事设施或关键基础设施10英里范围内的财产 并且必须向Florida Commerce注册此类财产 佛州州长 里桑特斯说 保护佛罗里达人和佛罗里达州的基础设施 免受其他外国对手等的侵害 对我们州的安全很重要 我为签署全国最强的立法来反击外国恶意影响 感到自豪 如果有人进来并且长得像亚洲人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开始询问他们来自哪里 而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 这是种族主义吗 这是刻板印象吗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可能会遇到问题 我们可能会被指控歧视 长期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华裔居民 Christian John接受采访称 去年他在国内的父母原本计划在奥兰多附近购买一栋新建的房子 以便与孙子们共度时光 但随着今年5月 共和党州长Dissantis签署了SB264法案后 John的父母不得不放弃购房计划 最终于今年9月取消了合同 幸运的是该项目仍处于早期阶段 可以从开发商那里获得押金退款 但John表示决定令人痛苦 这是种族主义 他说 当我告诉父母这个法案后 他们觉得美国不欢迎他们 他们不想再来这里了 谢谢大家